打开蒸笼冒出阵阵白烟 粽子香气扑鼻而来 每到端午节许多民众都会吃肉粽 不过营养师指出这些足全药特别注意 像一些身上病友或者是高血压心血管的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这个钠含量到底有多少 好不要一次吃太多了 那反而灯会可能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血压 或等等的控制是不好的 一颗粽子的热量介于300到600大卡 一不小心就可能让血糖飙高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建议不要过量 另外消化不好的民众则建议搭配蔬菜一起食用 我们在整体搭配上面 我们除了吃饱长以外 我们一定要顾虑到它的均衡度 也就是说我们在吃饱长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像烫的青菜 或者是蒸的青菜 比如说像玉米笋 或者是一些像青花菜白花菜等等 都可以把我们的均衡度弄得更好 而且更有饱足感 另外食药署也特别请地方卫生单位 针对制造端及零售端业者做机查 有查获两家业者违规储存预期的食品原料或添加物 那都依法处分 各裁罚6万元 所以两家总计裁罚12万 其中有两件 这个产品与标示不符 那原因是它含有虾皮跟虾仁 那依照规定 甲壳类这些产品必须要标示过敏原 出查发现有两家业者存放过期原料 及两件标示不清 食药署皆依法开罚 另外若购买虾米蛋黄香菇等干货 务必要观察颜色气味外观是否正常 若色泽过于鲜艳或有刺鼻的异味 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购买 民主新闻全家的李泽民台北报导